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答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那句不必听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自己所写的一本书 这是一套书当中 现在最近刚刚出版了前面两册 这整套书的书名叫做 不一样的中国史 是原流出版公司出版的 那前面的两册 第一册呢 它的标题是 从聚落到国家 鬼祭深深的时代 这是关于中国到底如何出现 尤其是主要整理 目前我们从考古上面 所知道的新时期时代 一路到历史时期 也就是历史当中我们所记录的 夏朝 商朝 周朝 如果我们今天配合考古资料 我们会看到 究竟这样的一个中国 是如何产生的 因为它是一大套书 这套书呢 一共有四三册 应该会在明年年中左右 完全的出版 那这套书 它是一个讲中国通识的著作 那讲中国通识 我就必须要跟大家交代 我所认知的中国通识 究竟是什么 这里又牵涉到 我的基本的历史学的立场 历史学家的工作 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是有意识的进行选择 并且去排比串联 所选择的史料 最简单 最基本的串联的方式 是因果解释 从过去发生的事情 去挖掘去探索 因为所以 前面有了这样的现象 以至于后面 有了那样的发展 前面做了这样的决定 导致后来有那样的结果 在写这套书的时候 自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 因为我还蛮在意文字的表现 可是我会一直发现 在写这套书的时候 一个困扰 因为我很难逃开 因为 所以 这本书绝大部分的句子 我努力希望让它 不要那么单调 那么无聊 一直用同样的方式 可是呢 出现最多的就是 因为 所以 于是 大概都是这样 其实这就是牵涉到 历史的最基本的作用 因为 我们要能够排比出 因为 所以历史才不会是一团混乱的现象跟事件 人们阅读历史呢 也就能够借此理解 时间变化的法则 去学习自然 或者是人世英国的规律 所以 写中国通识 一定要能够通古今之变 也就是要从规模上面 把历史英国的解释放到最大 之所以 需要像司马迁的史记 那样 他写的是什么 那就是一种通史 因为那是从文明开始 一直写到当下 他所在的那个时代 汉武帝的时代 正就是因为 这是人类经验的最大值 也就提供了 从过往经验当中 我们能够去找出 意义跟智慧的最大可能性 我们从 古往今来的漫长时间当中 能够找得出 什么样的贯通的原则 或者是普遍的主题呢 还是我们从 消化漫长时间当中的 总统记录 我们得以回答什么 只有放进到历史里 才能回答的 关键大问题吗 这是司马迁最早提出 通古今之变的理想 也是我自己心目当中 最了不起的一个通史作家 中国通史的作家 钱穆钱宾士先生 他坚持当年在北大 一个人从头到尾教 中国通史 后来一个人写国史大纲 写中国通史著作 这样的一个基本 精神价值的来源 通史的通 就在于要建立起一个 有意义的观点 帮助学生 帮助读者 从中国历史里面 可以看出一些特殊的贯通变化 这只是众多可能观点的 其中的一个意思是 不一样的人来写中国通史 一定写的不一样 中国通史如果有一个标准答案 就不叫做中国通史 那就表示这里面没有观点 只有没有观点 光是罗列这些事实 光是罗列这些资料 才有可能有标准答案 只要有观点 就牵涉到这是谁的观点 不一样的人研究历史 就会看到凸显不同的重点 提出不同的解释 历史的叙述跟分析 要能够尽可能表达清楚 它必然是一家之言 如果因为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主题 就换不同的人 从不同的观点去讲 像原来北大历史系的安排 上故事 这个人用这种方式讲 所以他可能强调的是 各种不同的传说 强调的是 这个中国强调的是 儒家的看法 那如果等到了清汉史 像钱穆娇 他可能花很多的力气 都在讲法治史 讲项权跟皇权等等 这时候就联系不上 因为上古时 学生并没有学到 周代的封建制度 周代的政治 是怎么样形成的 他就听不懂 这样的一套政治 到了帝国的时候 又为什么会改变 就联系不上 所以不同的时代 用不一样的人来讲 你就连贯不起来 追求一贯通古今之变的 理想跟精神 就无处着落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明显自己知道 自不量力 但我一个人讲书去写作 这一部中国历史的 勇气的来源 我要说的 是我所见到的中国历史 从接近无穷多的 历史材料当中 有意识有原则的选择出 其中的一部分 讲述如何认识 中国历史的一个故事 当然我再强调一次 我说的 只是众多中国历史 可能说法 其中的一个 由我如此诉说 如此建立 我自己觉得 通古今之变的 因果模式的道理 这套书 它有一个源源 那就是我在2007年 开始在米农讲堂开设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课程 后来同样的这个课程 大致经过修正的内容 我又在缺制讲堂 再花了五年的时间 讲了一次 所以从2007年一路 一直到2018年 我大概把花了十年的时间 前后超过十年的时间 把这套内容讲了两次 但也就要回到2007年 2007年为什么会开始讲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是我的另外一个感慨 那就是 我们到底认识多少中国历史 还有我们怎么样 认识中国历史 这就是因为 到那个时候 去中国话 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底下 我们的教育当中 大部分的人 受过了中学教育以后 都对于中国历史 有一定的印象 可是这引发 我更大的感慨 那为什么叫做 重新认识 意思是我自觉针对 已经有过中国历史 一定认识的读者 因为透过学校教育 普遍的阅读 甚至是媒体的传播 所以对中国历史 会有一些基本的尝试 一些刻板的印象 那我想要做的 是邀请这样的读者 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来检验一下 你以为的中国历史 和事实史料 以及史学研究 所呈现的 中间有多大的差距 所以这套书 其中的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重点 我优先考虑 哪一些史料 或史学研究上 相对 相当扎实可信 但是却和一般尝试 刻板印象 不相合 甚至相违背的部分 那我会刻意的 多讲这一部分 相对的 如果你原来就知道的 我就尽量不讲 那这个立场 所根据的 是过去百年来 从梁姐超 写新史学 然后后来 引进了 西方史学的 各种不同的方法 在研究中国历史 已经累积出来的 丰富的成果 但是很奇怪 也很不幸的 这些精彩 有趣突破性的 历史知识和看 但这些精彩 有趣突破性的 历史知识和看法 却迟迟没有进入 我们的教育体系 没有进入 一般人的历史的 尝试当中 以至于 活在21世纪的 大部分人 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 竟然都还依循着 真的是 一百多年前 流通的传统的说法 所以 重新认识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用这些 新发现 新研究的成果 来修正 来挑战 来取代 传统的旧说法 重新认识 还有另一个目的 是要回到 为什么学历史的 这个态度问题上 提供不一样的思考 学历史 到底我们在学什么 是学一大堆 人名 地名 年代 把它背下来 然后在考试的时候 来答题吗 我们现在都认为 学历史就是这样学 或为了这个而学 这样的历史知识 一来 根本在 网络上 随时你都可以查得到 二来 又跟我们 当下 现在 我们每一天过的 现实生活 有什么关联呢 不然呢 还有一种态度 或以为的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学用 现代想法去改编的 这种古装的 历史的故事 我们会看 各种不同的连续剧 去追剧 那这是历史戏剧 这样的历史呢 有现代意义 包括 哎呀 宫斗 宫斗也许可以引发到 我们的这个公司里面的权力斗争等等 它有它的现实的连结 方便我们可以投射感情入戏 但是 它有个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 那不是一个过去的事实 对于我们了解过去体会不同时代的特殊性 这是没有帮助的 如果你从清宫剧里面 所看到的清朝的历史 那不是清朝的历史 那是被改写成为现代情感 跟现代事件的过去的历史 这里面跟过去的人 他们到底如何生活 他们如何思考 有太大的差距 所以在这套书里面 我的一贯信念就是 学历史最重要的 不是学what 历史上发生了什么 而是更要探究 how and why 要去了解这些事是如何发生的 为什么会发生 没有what 当然我们无从解释 how and why 历史不可能离开事实叙述 只存在理论 然而 这是我要坚持的 历史也不可以 不应该只停留在 事实的叙事上 如果我们只叙述事实 不去解释 如何和为什么 那无论我们把事实说的 再怎么样生动 都无助于 我们从历史 进而去认识 人的行为多样性 还有个体 或者是集体的 行为逻辑 这是写这套书 必须要跟大家交代的 非常基本的态度跟立场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继续聊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 大家好 我是秀兰玛雅 天天陪伴你 天天用心听 听见台北的声音 幸福永远属于你 台北广播电台 感谢您去收听 杨兆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 晚上9点 回到播出到9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这本书 是我自己所写的书 叫做 不一样的中国史 第一册跟第二册 刚刚由 远流出版公司出版 这是一个 13册的 稍微比较庞大的 出版的计划 预计到明年的年终 大概到明年 可以完整的出版完毕 刚刚讲到了这套书 是希望能够介绍 过去百年来 有一些精彩有趣 突破性的 历史的知识跟看法 而很不幸的是 这些看法 这些知识 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并没有进入到 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 没有进入到 一般人的历史尝试 比如说 当我们现在在讲到 中国的起源的时候 大家能够了解 跟能够想象的 很有可能 我觉得很习惯 到现在 还像是一百多年前 讲到中国历史的起源 竟然还是从皇帝 开始讲起的 让我用说里面的内容 尽可能简要的 帮大家整理一下 百年来 我们对于中国古史的 产生了一些 什么样关键的新的知识 中国历史从哪里开始呢 这个问题呢 就牵涉到 中国文明的起源 但当我们问中国历史 中国文明的时候 其实我们现在了解 这个问法本身 就已经预设了 一个中国的存在 将我们导向去寻找 某一个单一的地方 单一的元素 来作为中国历史 和中国文明的开端 一百多年前 人们就是用这种态度 回答 历史起点的 可是这一百多年来的 历史的研究 更重要的考古学上的发现 去告诉我们 你必须先舍弃单一的 中国的甲地 才有办法真正去追索明了 中国是怎么来的 中国并不是从 一个点上发展出来的 这一片后来被称之为 叫中国的土地上 从新时期时代 到距今大概3000年前 各个不同的区域 存在着不同的文化 这些区域文化呢 它各自形成 经过了漫长的过程 逐渐接触互动 彼此互相印象 换句话说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 我们要探讨 我们要寻找的 不再是中国文明 从哪里开始 而是多元不同的 众多地区的文化 如何团合变成了一个 带有高度 同质性的中国的文明 在新的理解当中 夏商周 过去被视为时 被解读成为朝代 可是在新的理解当中 夏商周 有新的意义 夏商周是 中国文明团合过程当中 最先最早 出现的三个 前后相续的贡主 夏最早 后来呢 商取代夏 成为贡主 周又打败了商 接任贡主 但除了时间先后的意义之外 夏商周 也是分布在 不同地区的 三种不同的文化 夏文化在河南 在中间 商文化 比较东边一点 周文化 来自于陕西 就更西边了 他们作为贡主的时间 先后相续 但是作为地区的文化 他们存在发展的时间 却有很大部分 是重叠的 夏人作为贡主的时候 东方就已经有商人 跟商文化 夏人失去了贡主地位之后 取而代之的商人 并没有真正消灭了 夏人跟夏文化 商人作贡主的时候 周人也已经在西方崛起了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的共识关系 跟作为贡主的贯识关系 在历史上面 是同样的真实 也同等的重要的 商文化和周文化 非常的不一样 也就和后世 以周文化为基底 建立起了中国的文明 很不一样 商文化是一种 人跟神鬼密切共聚的 一种文化 社会组织当中 拥有最大权力的人 是巫 巫师 巫婆的那个巫 有能力中介沟通人 跟神鬼领域的人 叫做巫 商人的统治阶级 相信可以让自己的灵魂出窍 感应神鬼的讯息 商王就是最大的巫 商人不只相信死后世界 相信神鬼 甚至不觉得 活人跟死人的世界 有绝对明确的划分 他们活在认定神鬼 可以随时参与 日常生活的这种环境当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所写的不一样的中国史 第一册 它的标题是 从聚落到国家 鬼气深深的商代 那是商朝非常不一样的一种文化 随着一两千年的时间过去 这样的商人商文化的图像 后来在中国消失了 也就是说一两千年来的中国人 他们不知道不认识商文化的样貌 把商简单的视为是一个一般的朝代 在周代之前商代商朝 只是我们过去一直到现在 我们一般常识里面对商朝的看法 原来就是另外一个朝代而已 那是因为一两千年当中 中国文明定型了 有了自己明确的性格 对照之下 商文化是如此一直古怪 古怪到后来的人们无法理解 由此就引发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为什么商人所创建的文化 没有成为中国文明的主流 中国文明的主流又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强大的主流 取代了甚至压抑了商文化 以至于商代的历史的面貌 必须要等这么久到二十世纪 因为出土了甲骨文 因为有安阳的靠谷的挖掘 才让这样的一个商朝的面貌 重新被认识 中国文明的主流 来自于州人跟州文化 我们今天所认定的中国文明 主要的元素几乎都来自于州人 从商到州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用 单纯改朝换代的眼光来看待 当时并没有后来意义的朝代 只有共主结构 这是第一点 更重要的 州人带来了很不一样的文化 以此为基础 建立了很不一样的政治制度 由商到州 是一个全面的巨变 是两种文化的此消彼长 也是文明典范的戏剧性的转移 州人简商 发生在戏院前第十一世纪 假设那个时候 有一个具备宏观意识的史学家 他亲身观察了这桩历史事件 他会如何评价 他会如何解释 最有可能的 他会把这件事情看作是 两大部族之间的一种重要的冲突事件 冲突之后 州人的势力赢过了商人 州人有自己一套不同于商人的文化 但这应该不会让那一位 我们想象当中 在古老时期的那一位史学家感到意外 因为在那个时代 这个史学家 他的周围就存在了各种不同的部族 各种不同的部族都有他们不一样的文化 商人作为共主 本来就不是在文化上统合其他的部族 当然他不可能消弭 州人的自由的文化 同理可证 这样一个我们想象当中的古老的史学家 他应该会这样假设说 哎呀 州人之后 也会有新的部族兴起 有一天 新的部族也会压过州人 他们的文化 又会在共主的地位上压过取代州人的文化 因为这是当时历史变化的基本的心态 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史学家 我们就必须说 这次他错了 不同部族不同文化的这种地变的情况 到了州人之后就停止了 在州人的努力跟影响底下 州文化的核心跟关键的部分 从此就流传下来 这个部分的中国的文明 就像是被冻结了一样 后来一两千年 历经了自然 民族 政治 经济 各种不同的变化 这个州文化的主流 神奇的一直保留着 而且一直发挥着实质的作用 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要一直到 19世纪的中叶 欧洲人借由船坚炮利 带来了一套新的文明 才真正动摇了这一套核心主流 所以是从西元前11世纪 到西元19世纪 长达3000年的时间 涵盖中国这么广大的空间 好些文化的基本价值 基本元素 维持不变 这是州人建立下来的 惊人的成就 在州人崛起之前 中国是一个多元错落的 文化的领域 在州人崛起了之后 这块土地被转化为 近乎单一的文明的系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中国在州人建立了 核心主流文明之后 就不再变化了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不需要说中国历史 也无从说中国历史了 中国有很多的变动 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发生 各式各样的新鲜事 不过有一个基调 由州人定定下来 流传千古 环绕的这个基调 有不同的表现的形式 基调内部的元素 有不同的排列组合 不同的时代 仍然变化着 于是创造出 中国历史 中国文明的丰富成就 不管是政治 思想 文学 艺术 中国文明的成就当中 我们必须 以这个基调 作为背景 来发生 来演变 这是三千年历史当中 无可否认的特色 那所以什么是 中文化 从此留下来 变成中国文化的 主流的部分呢 第一条 是天的观念 跟天的信仰 这跟商人 是决然不同的 商人生性的 终极的权威 是自己的祖先 死后呢 成为神鬼 这是祖先 他们相信神鬼 有自己的世界 高于人间 而且呢 可以干预改变 人间事物 有这种超越的能力 人的世界 和鬼神的世界之间 有暧昧的通道 只有少数具有 特异功能的人 可以来回穿越 能够这样通天地的人 就拥有能够操控 鬼神的超越的能力 所以他就得以 在人间微服众人 通天地的人 能够从鬼神论里得到 别人得不到的能力 和智慧 还能够不时要求 鬼神听从他们的请求 在人间降福降祸 所以为了要通天地 就要有工具 商人他们发明的工具 包括了青铜器 包括了问谱 包括了文字 这都是他们用来取得 神鬼讯息的工具 那可是周人不一样 周人不相信这个 周人信的是普遍的天 天是一种公平的超越平坦的 天是一种公平的超越平坦的力量 君灵所有人 不属于周人 也不会独厚周人 天有他的规律 还有从中而生的规矩原则 你如果行事符合天的规矩原则 天就会保佑 会帮助你 反过来 你违背了天的规矩原则 你就会被天 惩罚 降祸 天的信仰 产生了天和人的关系 这也就是周人的天人观 人要服从天 也就是服从天的规矩原则 在对商人的敌对观察当中 进一步 在调整和商人的对应模式当中 周人有了天命的概念 这是天人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如果你的行事违背了天的规矩跟原则 天命就会从你的身上拿走 交给更符合天的标准的人 这个天的观念 天命的观念 天人关系 从此就保留在中国的亡命当中 变成非常重要的元素 这只是举其中的一个例子 用这种方式 希望借由这本书 介绍给大家 过去我们以为的中国的历史 经过百年 这么多不一样的史学家的努力 不断的挖掘 不断的探索 现在有很多新的看法 也许值得大家稍微用意用心 稍微花一点时间来认识 来理解一下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